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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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下MC话题遇到最神奇的事 其实我曾经穿越过 就有一天 当时应该是一个很暖和的天气 然后当时我就是很累 那天晚上好像已经挺晚才睡 大概两点左右吧 睡着了 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进入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但是 大概睡到了八点左右 就起来了 然后就是自己的环境和平常也没有什么区别 我也不觉得自己穿越了 但是当我走出门之后 我发现大家都在穿着羽绒服 哇好神奇啊 我相信了呢 这是我好相信哦 难怪北京最近这么冷 这是我最神奇的事了 我已经说完了 尴尬的讲不下去了怎么办 那我不尴尬了 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我是BJ48 听门币的张梦慧 带回到我芝麻系列 来看我们B2半的光演系列 谢谢大家 耶 在哪 东方队很少芝麻 各位体重全人花 好有大楼别忙走 一顿芝麻了点下 谢谢 张梦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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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梦慧 谢谢 然后说到最神奇的故事 就是有一天我去生小幼儿房间跟他聊天 然后我们就聊就是最近有去哪玩嘛 然后他说了半天之后说我最近有去那个三里屯搜索 我说三里屯搜索是哪里 去三里屯找张晴雨以前 可以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其实有前段时间跟你发生了一样的纪约 我前几天就是在我三四不对在我很久之前我三十几天我被外星人拐走了 然后呢后来就是等到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 然后我回到了地球 在那个期间我并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 我感觉那个外星人就是在给我灌输了一种液体 让我感觉自己做了一个梦 其实它就是发生了 但我思以为是一个梦 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怎么知道是外星人 就是因为我有印象我被拐跑了 我被一个像飞上天的东西给拐走了 但是呢就是让我感觉是一个梦 但其实它真的发生过 对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土了 外星人拐的拐土了 不是我看那种什么未解之谜之列的说外星人拐走了会让你生小孩 所以你是已经生了孩子的孩子吗 我自己我把我自己给生了算吗 他们说生出来小孩是粉头发的 我小时候看了很多这种人拐土 这样没有吗 一只圈看下去也只有爸爸有一点点符合了 爷爷 所以你知道为啥他俩现在出一个屋了吧 差倍了吗 刘顺贤 你爷爷 是我爷爷爷爷爷爷好 这算骂人吗 扣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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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不扣 张沃洋没有叫你孙子 扣钱 好好好 收 好就这样谢谢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BJ48TV的生小孩 感谢大家来看Bear Fighter公演 谢谢 耶 四 一言家归无措 小爱越归越多 我乔恩如流弦 咱就大胆无措 神小爱滑茶不用讲 好冷啊 神小爱真好看 谢谢 神小爱 谢谢 神小爱 谢谢 小爱 你朋友爱你 谢谢 今天的MC话题是经历过神奇的事 那我就说说一下吧 就是在好几个月前吧 然后狐狸芝突然跟我说 你要听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 我就说那你先说坏消息吧 他说坏消息就是我把你的墨镜弄丢了 然后好消息呢就是我在他的章艺楼里找到了我的钻戒 钻戒 钻戒 对 那你是说钻戒吗 就是你看他钻戒在他手上 在掉在我的章艺楼里 你说你平时在干嘛在我房里 嗯就是 但是你为什么会收到钻戒了 他自己买的太有钱了 就是入团前我是一个带着钻戒用的CPV的土豪 然后入团之后 等会儿你这话不能说啊 你表谁呢 我没有啊 这后面站着一排 对不起不得了啊 嗯就是这样 然后我前两天还做了一个梦 就觉得很神奇 我就梦到我自己是一个萨摩耶 然后我 因为我那天跟一只科鸡嘛 就梦到一个萨摩耶 跟一只科鸡在一个泡米地包米 然后就是看星星看月亮 你们去东北啊 从诗诗歌布 诗诗歌布 你来给我念诗词歌布 诗词歌布 聊到了增高店去哪买 两只狗还能聊这么多 关键是萨摩耶多大 对啊 对啊 你说萨摩耶这么大科 我是 你是表对手的身高 你这样科技是这样的 你想说什么 我是萨摩耶 这样他可以保护我呀 对啊 就是你想像一个画面 把一只科技 依偎在一个萨摩耶的旁边 多浪漫多 但是做个人不好吗 那我就这么梦到的 对 那你就为了我 下次我以人的形态 专注你的梦里好不好 好 谢谢 耶 甜甜奶茶甜甜的 舒丽 大家好 我是BJ48 Team B的奶茶小妹 甜甜甜舒丽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 耶 3 4 天前做梦 我乃是飞人 不梦小乔 不顾你最棒 好吧 你都会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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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最神奇的事情在昨天 就是北京的四月下雪了 对 对 然后 然后就 更神奇的是我们屋屋停电了 对 然后害得我这个感冒的人还 就 忍饥挨饿 然后又冻着 然后又没有空调开 对 对 我都想搬到休息室 因为休息室有空调 然后对 然后 嗯 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我感冒的声音很好听 哈哈哈 So Stacey 甜甜 谢谢大家 好 耶 大家好 我是BJ48 Team B的猫吃鱼猫起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BionFight的公演 谢谢大家 耶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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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启云 谢谢 包启云 谢谢 谢谢 然后今天的MC话题是 发生了什么很神奇的事 其实我觉得 我来到这里之后 就一直发生很神奇的事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我 就是从一开始 没有 没有 从一开始的金螺赛 然后后来孙雨山 然后刘雪 小牛奶 最近甜甜又很喜欢我 你看看小牛奶的表情 不太像真的呀 这就真的很神奇了 我跟你说毛启云 老林这样说你的 毛启云是挺好的 但有一点我特别讨厌 他老是跟别人说我喜欢他 我觉得他老是做梦 你知道吗 爱醒一醒 没有 是因为我也很喜欢我喜欢你 所以 所以我觉得小牛奶肯定也喜欢我 然后那个 单恋的找昏星不是喜欢 一般单恋谁都会有一种错觉 就是对方也喜欢你 你知道吗 没有因为他会主动来找我 我不管 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觉得他很可怜 我喜欢一下他吧 那你也可怜可怜我 可以把他那个前面的女人截掉 然后说他喜欢我 那你要自己动手把这一段截成铃声 没有 没关系 我有那个小金人前辈给我录了一段 哈哈哈哈 你还要请问他吧 在那个白色情人节的时候 然后他夸 有一句台词是他夸我的嘛 然后呢他特别用 他很亲切用天津话给我录了一段铃声 然后就是因为那段一直开一直开 他就说了好几遍夸我的话 没有我告诉你 陈倩南这么做不稀奇 因为他对谁都这样 你在骂陈倩南渣 没有啊我在说他对谁都很温柔 你自己圆吧 我圆得很好啊 有问题吗各位 没有 反正我就觉得你们肯定都喜欢我 然后我也很开心 我就当你们很喜欢我 我真的觉得每次的MC 都是你在满嘴花眼的世界 没有 你看你每一次 这真的去发最近公演三次 哪一次不是在吹 可是这是事实嘛 没有人有点自信是不错的 你要让人家有活下去的动力好不好 那我就勉强让你活下去吧 好吧 那好 那好 接下来有请接下来小伙伴吧 谢谢大家 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BJFOT的TimB的对你先期待 今天来到我们的BJFIT公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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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霸一 query 谢谢 partnership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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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霸 一кого 鸣 你看一下 就是那種生意 他沒有出聲 謝謝還是謝謝你們的肢體 肢體上的應援 然後我要說什麼我都忘了 親民一節 昨天親民一節 覺得感覺去年一起 和大家一起過親民一節 還像是在昨天的事情 去年也是跟你們一起過的親民一節 你們忘了嗎 沒有 所以就換了一梯人嗎 沒有 去年我真的在這過的親民一節 去年我記得我在演出前收到了一朵花 親民一節的花 對 親民一節剛好碰到我的白場演出 對吧 原來是這樣 今年的親民一節也能跟大家一起過 覺得還是很榮幸 然後 然後 怎麼了 好歹是個節日 就是 我真的 我本來是要回家過這個節日的 然後 我覺得來 事情不好過 其實這樣節吧 沒關係 我就是不能回家 我來見一見你們也是挺好的 對 就這樣節日 作為你一個人的狂歡就好了 什麼啊 好歹你們都放了假 對不對 不然不放假 今天也是來看公演的 今天週五 有很多外地朋友不放假 今天是沒法來的對不對 對 所以你們都敢來跟我一起過親民一節呢 我怎麼能不祝你們親民一節快樂呢 你們要說通了 對 然後 在親民一節裡面 親民一節的後一天發生的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早上發了微博大家應該也知道 因為昨天 因為我覺得我最近身份質量 就是生活中都挺早的 然後我昨天就跟他吹牛來 我說 我說你可以叫我吃早飯 對 然後他就打算今天 就是 我讓他扒演了叫我起來吃早飯的 因為他自己的 就是 你知道女人到一定的年紀就是 就是 每天早上六點鐘就自然醒了這個人 然後 我以為我也差不多快到年紀了 因為我有段時間每天早上七八點就醒了 然後我以為我現在差不多八點嘛 然後我就說那你八點鐘叫我 我說好 然後昨天晚上一不小心就是失眠了睡不著 然後我就慫了 我就跟他說 我說要不你別叫我吃早飯吧 我說咱們直接去吃中飯 他說好 他說他請我吃飯 我覺得 你知道有的時候就是一個人對你不好走了 沒有 你說的是 你明天晚一點叫我吃早飯吧 我說 那我不叫你吃早飯了 直接去吃中飯吧 我說好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 你知道一個人對你一個人 他就是 態度色列 久了 然後突然又說給你買飯 又說叫你吃早飯 又說給你熱個粘豆包 你就覺得 哦 粘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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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覺得 他是不是一有所謀 然後 對 我當時很防 防著他 我覺得這個人 看上了我什麼 然後 然後 然後你聽我說完嘛 然後我就說 嗯 就是早上 我九點鐘起床了 然後我回了他微信 然後我就說 我說就是大概十一點鐘起來吧 我說我收拾一下 他說好 結果我一直玩手機 玩到十一點 我還在床上 就是大概十點五十六七了 對 我發了微博反正不怕你知道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我們長時間不互動 我已經看不到你的微博了 對啊 你去關我了 那倒沒有 可能是微博自動清關了 哦 那其實 反正 嗯 然後後來 發生了什麼 我覺得他今天很莫名其妙 我覺得他今天對我 就是 特別的好 可能因為清明節剛過完吧 要珍惜 是嗎 哦 那就這樣吧 就這樣 謝謝大家 耶 大家好 我是BJ4隊 TimBee的劉淑賢 謝謝大家來看我們的公演 耶 嗜 非常厲害 連著 王封決賽 立野堂 群演競戲 照斷場 翻轉 阿爾白亞戲 到達 拍照 嘗嘗嘻嘻 冰封哥哥 5月8號見 謝謝 劉淑賢 谢谢 刘淑贤 谢谢 刘淑贤 谢谢 刘淑贤 然后那个 刚才第一句 你们不会觉得你们眼睛很好吧 就是并没有让我觉得 我是就是很正常的进入了决赛好吗 我觉得你们就是那个放水放的太明显了 而且就是Q我 又不理我 对就是这么回事 然后欲的 我那天那个什么狼人杀直播 他们非要送我进决赛 我都说了我是狼投我出去 他们不 他们一直说反正老刘是不能动的嘛 一定要送他进决赛 那我又说了我是狼 他们又不投我 结果最后 你真的是狼 就很莫名其妙狼影啊 因为他们爱你 所以他们心甘情愿被你骗 可是这样我没有一点游戏参与感 那你第一局出局了 你也没有游戏参与感 就你那些伤 但是我好歹有一种 这游戏是我自己玩的 现在我觉得这游戏是他们替我玩的 你知道吧 就有的时候自己有点自知之明 会世界会美好一点 我有啊 所以我说我是狼 他们不投我 然后就是关于遇到什么神奇的事 其实这个事算一个神奇的事 还有一个就是 就刚才店员 店员嘛 然后我和小爱在那里聊天 然后我就看那个就是 我们公司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生血啊很好看 就我当时看了洋溢的 我说哎这个很好看 我看谁还来 我说哎这个很好看 然后我就拍下来发给他们 然后那个当时正好小爱在旁边 他说他指着我的照片说 哎我觉得这个小 我说你说什么 娘们儿挺好看的 哈哈哈哈哈哈 当时狐狸是在的是吗 不在我第一次说 请说 我在我在 那是小爱在的 嗯 你有当时有看到我的表情吗 我没看到 但我在旁边笑是猪叫 哈哈 就很莫名其妙对不对 就是作为我作为一个 所以我们对这种这种担当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担当 是什么让他们 你要不要担当 哈哈哈哈哈哈 没好听啊 我保护不了你 你走 你快走 你快走 请你善良 你快走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们 如此的 肆无忌惮 对肆无忌惮 所以真的 你们不觉得这件事很神奇吗 其实今天我总结了一下 就是 我跟怪魂说 虽然我老说我打你们 但是其实我从来没有动过手 可能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我觉得我以后可能要 就是 不是 你知道吗 就是你说你可能以后真的要干嘛干嘛 这句话你也说了很多遍了 然后现在我们 哈哈哈哈 就是 八二 哈哈 八二 就 你今天说 我们十六成要三十二条腿 一个青蛙一条腿 一条腿 OK 但是你没有发现他那个屁股和头都是整个的吗 对啊 不 半只鸡是这样的 他是就是身子一半是 然后他会把屁股跟头就是一半 然后剩下的没有屁股和头又是一半 那他给谁啊 没有 他把两个鸡爪加屁股和头全都给我们这一半了 因为你长得好看啊 不应该是我在那呢 不是是什么让他们觉得长得好干什么 吃鸡屁股和鸡头还有鸡爪的 小姑娘一看口味就挺重的 不我们老家吃鸡 对因为他在这里所以才会有这种错觉 好我的话题解决 再讨论 大家好我是BJFORTA TeamBJ的胡理汁 欢迎大家来看我们彼夹的公演 谢谢大家 耶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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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和同仇 都是我们的心头状 吴吏之 谢谢大家 吴吏之 谢谢 吴吏之 谢谢 吴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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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吴吏之 谢谢 分享一件神奇的事情 我想想 你为什么笑这么开心 要表小爱的 快开始 这是被发现了 有一次晚上我跟小爱 还有小样在房里聊天 大晚上快十二点了 突然有人呛门方门 小爱就问 谁啊 这时候呛门是 是我 然后一听那种缓慢的声音嘛 然后就知道是谁了 然后想马上改口 甜甜 然后马上变脸 就感觉这个女人真是多变 就这样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BG48 Team B的周景一 谢谢来先生的大家好 我看直播带来我们公演 谢谢 天日来思 只为见你 日夜思念 实为福利 周景一 注意长护身体 谢谢 周景一 谢谢 自由 周景一 你站住 谢谢 周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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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und 说到神奇的是就是 你们知道吗 韩剧三大要素一般都是什么 车祸啊什么的 白雪碧 对 还有呢 对 我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这是白雪碧 難怪你投了兩千塊錢 你說什麼 沒有 難怪你很相輔小慧 投下接了以後我就好痛 那時候沒什麼感覺 就很痛 我就哭了 我就說回床上去躺一下 躺了一下半個小時醒來以後 我發現這個事件都變了 我家有一隻貓 然後就在我邊上 我家醒來就問我媽 這是什麼玩意兒 然後後來就真的什麼 什麼都不記得 除了我媽還有我妹妹 那現在的你還是曾經的你嗎 我後來就20天以後 就突然什麼都想起來了 醫生說那種腦袋裡面有什麼 有鬚鞋 然後就真的20天 就是我跟落神一樣什麼都不記得 朋友來我面前什麼 一個都不認識 其實挺悲傷的 因為什麼都不認識 誰都不認識 就感覺自己一個人 還好現在什麼都記起來了 好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耶 大家好我是BJ 風雪聽B的清語文 謝謝大家來看我們 不要翻唱公演 謝謝大家 耶 謝謝 謝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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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来分享一下我的那个神奇的事情吧 就是前两天不是生病了吗 从前到我都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没有就是 创作歌词的天赋 然后当我那天发烧的时候就发微博的时候突然就来了灵感 然后就写了一段 脑子里面好弹幕是不是 没有 然后就突然来了一段来了一段 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 我下一次在我发烧神志不清楚的时候 还可以多写几首歌 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耶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B.J.放箭禁闭的陈北军 借大家来换文公演 谢谢 也 Yeah! Stay and out! 战外季节跳热舞 美军丑军势力很足 今天 请不摸摆我们共同的 陈美军 谢谢 谢谢大家 陈美军 谢谢 谢谢 陈美军 谢谢 谢谢 陈美军 谢谢 陈美军 晚上不要只吃香蕉了 不然我现在那么苗条是怎么来的 然后 好了 我要说了 就是 神奇的事情就是上个月 然后有一天 清玉文突然来我房间 他说他要炒面 然后就带了很多东西什么 葱啊 鸡蛋啊 鸡蛋 然后还有面什么的 我当时很害怕嘛 因为我很怕他炸了我的房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在房间里面买个炒锅 然后买了炒锅又没有买那个抽油烟机嘛 然后就很害怕 清玉文 因为在我心目中清玉文是个男 是个男孩子一样的女孩 然后想不到他还炒得特别好吃 所以我就想一下 我们对 其实特别奇怪 就是女孩子反而不会做菜 然后男孩子 像什么 美芝给你一次机会好好说话 你是女的 然后 他们都不在 什么狐狸汁啊 然后那天做了一个很好吃的烤面包 也是很会做菜的一个男孩子 然后牛奶就不用说了 什么都会做 然后现在还有清玉文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现在有点 都该学习一下女孩子 学习一下人家怎么做菜的 然后少点一些外卖 因为 我们都很胖现在 所以 要少吃 谢谢大家 大家就这样 耶 大家好 我是ビ余街 anguard team 对比的公演 谢谢大家来看我 不如舅舅一世红颜 四月飞雪 精彩舅舅精彩表演 杨夕 借我们一下吧 谢谢 杨夕 谢谢 杨夕 谢谢 杨夕 杨夕 好棒 谢谢 杨夕 谢谢 谢谢 杨夕 谢谢 然后神奇的事情 就是我过年前 就是年会回去的时候丢了一个红包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年会那个红包 不要给我呀 就是很神奇的丢了 然后回宿舍的时候找不到了 然后我就找啊找啊找不到了 然后就在前几天我又神奇的找到了 他就特别神 就是我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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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宿舍以后发现那个红包没了 然后我找把宿舍都翻了然后没有 然后他们都担心我就是那个红包 其实没多少钱 然后然后然后那几天就是前几天搬宿舍的时候嘛 然后就把那个红包找到了 神奇吗 我觉得可能是谁偷了你的红包 然后你第一个过来说我红包丢了他就还给你了 没人 而且而且是 哎 杨欣钱很多哎 不少 不美军他那个跟你的不一样 美军那是你 不 是因为我 我可能带了对钱多钱少的概念不一样 哈哈哈哈 那就是我特别就是 神奇的找到了我的红包 然后神奇的又有钱了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耶 我要不我等你们一会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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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BJ方天 听闭了孙小燕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第二拍的公演 也是我四十八场公演 谢谢大家 耶 孙小燕 四十八场快乐 谢谢 谢谢大家 小燕小燕小燕 孙小燕 谢谢 孙小燕 谢谢 谢谢 孙小燕 谢谢 孙小燕 谢谢 谢谢 孙小燕 谢谢 孙小燕 谢谢 孙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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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孙小燕 孙小燕 我觉得我应该像小婚一样 我每次鞠躬底盘都不稳 就每次都好飘 然后那个MC话题就是 如果神奇的话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也就五六岁吧 那会儿才上一二年级 然后我爸我妈要出 就去外地出远嘛 要出至少要很久好几个月 然后我就哭我就不让他们去 然后我妈给了我五十块钱 我立马就好了 然后我拿 没有 神奇的在后头 这只是个铺垫 然后我拿着那五十块钱 就我妈他们走 走的时候好像挺晚的 我拿着那五十块钱 就在那个被窝里睡觉嘛 然后赚着五十块钱 第二天多了五块 我觉得是上天觉得我爸妈要离 离开不好 今天清明节不能说 我爸他要 要出远门 然后上天给了我五块钱 我觉得是这样 虽然没多神奇 但是真的多了五块钱 可能我是小仙女转世吧 好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耶 就这样来了 我不是明姑 也不是金针姑 我就是我 我是 针姑 大家好 我是BJ48 谢谢大家 来看今天BJ48公演 谢谢大家 耶 再来到 春夏秋冬 风雨雨雨 我们都在带你 全面无休 你再开照 我们就在这里 阿哥 运动会加油 好嘞 我加油 谢谢大家 然后 说到那个 神奇的事儿 我就说一个身边的吧 在座都是北京人吗 那我问一下不是北京人 你们刚来北京这座城市的时候 有没有对北京人老说 您怎么怎么样 您怎么怎么样 就特别奇怪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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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 不是 因为在我们家说您都是说给祖宗的 所以说我刚来这的时候 我记得我问路 然后有一个大爷 然后就说 您往前走 然后再往东走 大爷您喊我祖宗 那我特别神奇 然后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耶 耶 大家好 我是BJ4K 听B的优藏斯福尼西河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BioFight公演 谢谢大家 耶 美朗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了 走吧 你要去哪里了 我要去你们的心里呀 爹 你咋了 你继续 你不知道 当下最流行的土味情话吗 哎呦 哎呦 回来QQ邮箱发给我 然后 哦对 然后那个 最神奇的事情就是 最神奇的事情就是 我觉得 就是天津不管是多大多小的女孩子 她都是管她们喊叫姐姐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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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天津的呀 天津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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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哇 神奇 真的厉害 好 那 就请大家欣赏 接下来精彩的优词曲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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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